YO 大家好 我是Louis 这次也是不录年 再次简单拍个教学视频 因为有人问 怎样用电脑玩灌篮高手手游连接Gamepad 我的电脑连接不到Gamepad 因为没有Bluetooth 我也没有有线的手柄 我就用keyboard来代替吧 同样的方法在电脑玩 如果你连接到手柄的话 就一样的方法设定 请无视我凌乱的电脑桌面 首先你需要安装LD Player 我之前已经安装好的 就直接打开吧 在LD Player里你需要先下载Slamdown 我也是下载过的 所以就直接进入游戏 我也登录过的 所以就不需要再登录啦 同样的进入大人训练模式 哦对了 你看左边很多选项 手柄设定键盘全部在这里 进入大人训练来设定吧 选角色 一样的我会选青田信长 添加队友 那现在就要把按键设定Map在这些位置 打开左边的键盘设定 其实这些key我都Map过了 只是大概给你们看一下 把指定的按键放在指定的位置 把指定的按键放在指定的位置 我要设定的上下左右按键 这些是号码按键 就是在你要的位置放你要的按键咯 这边有很多选项 你们可以自己玩一下研究一下 设定完后就按Safe就好了 搞定来试下 用键盘按它走上下左右 它不像Joystick那样可以整个圈转 它只能有八个方向 就上下左右 左上左下右上右下 然后按号码键就 传球 跳扣 盖帽 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同样的我还是建议可以的话 就用手挫手机来玩吧 因为这游戏正规的比赛 是不能用模拟器的 同样的如果有人玩这个游戏的 有用过清甜的都应该知道 它的跳扣不容易出 用键盘可能就比较容易吧 我下次可能出一个 在手机的手柄和双子跳扣比较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拜拜